大家好 我是袁詠怡 本來呢 我是不想來的 後來他們跟我說 在錄影棚的旁邊有一家愛馬仕 我說你們騙誰呢 不可能有愛馬仕沒去過的 開玩笑 還是有的 我呢 是看完李佳琦的直播就來的 她很厲害哦 她才二十幾歲 已經找到適合自己的事業了 那萬一你四十幾歲做美妝的博主 那多可怕啊 那不就是梁蓉嗎 但是我覺得梁蓉更適合做美妝的博主 你看李佳琦 皮膚白 嘴唇又豐滿 她這個樣子啊 塗什麼都好看 對吧 但梁蓉就不一樣 如果有一個顏色 連她都塗得好看了 肯定是人都可以塗到 比如說 李佳琦做直播的時候呢 就會搞那個什麼 忌惡營燒 什麼 你再不買 都沒了 很多人聽到這句話都很害怕的 你們不要害怕 要害怕的是你家綺 因為直播這一行競爭很激烈的 再不買 她就沒了 有道理 嗯 有道理 嗯 有道理 嗯 有道理 我現在就不怕這句話 我也不像是什麼真的缺貨了 我會回他們一句 我很能等的 但是我發現 吴馨更厲害 他連男朋友都能等 吴馨啊 別等了 這真的缺貨了 有人說 李佳琦做直播的時候很吵 很浮誇 我不覺得 人看到喜歡的東西 很激動是很正常的 對嗎 比如說我 我見到偶像 Oh my God 李敏昊 粉絲見到李佳琦 Oh my God 李佳琦 寶石見到現場所有人 Oh my God 明星啊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見到寶石 剛才在後台 她過來跟我打招呼 她說 你好 我懂寶石 我就覺得奇怪了 這個你懂寶石關我什麼事呢 我要不買寶石 我只買包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追星 我到現在呢 看到譚詠妮 我都會發抖的 這很正常嘛 人人都喜歡帥哥 對嗎 不然你以為 龐博是靠什麼坐在這 是幽默嗎 狐博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他曾經公開說過 五月天的音樂不好聽 這個我理解 因為我也是心直口快的人 梁龍 你是哪位呀 主咖 吳家綺 今天有那麼多藝人坐在這 他憑什麼可以當主咖呢 就憑他賣貨好 那應該請 愛馬仕的店員來當主咖 他為了買貨 歐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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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愛馬仕的店員 一句話都沒說的 都是我說 歐買貨 歐買貨 我買他 但是 李佳琦的直播真的很有魔力的 好像本來什麼都不需要的 你看完他的直播呢 你就感覺什麼都缺 只要 他可以把你一輩子都用不了的東西 都賣給你的 比如說吳馨啊 他前幾天看完他的直播 竟然買了婚紗 聽說 李佳琦呢 他對那個粉絲非常好的 會送一些小禮物給他們 我就知道 他就明白那個道理 送小禮物 哄別人開心 別人呢 就願意把錢 花在你身上 聰明 因為我也是這樣 我老公沒買我一個包呢 我就會送他一條便宜的內褲 這麼多年來 我老公一直以為 在愛馬仕買包 是送內褲的 我年輕的時候買東西呢 一看到喜歡的 想都不用想 我就去買了 現在呢 我就很理智了 我看到喜歡的東西呢 我會想一個晚上 第二天 還是買 我一直覺得 女生呢 買買買買 沒什麼錯的 買東西每個人都喜歡 對嗎 但是我們一定要量力而為 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花錢 我有一句廣東話是這樣說的 有多大的屁股 卻有多大的苦差 這句話呢 我是跟保持學的 謝謝大家 我是袁詠怡 謝謝 謝謝 謝謝